嗨 大家好 哎呀 跟大家说一个啥呢 哎呀 刚才看了一个视频 一个郑若林的一个视频 他这个 哎 我有时候就为国内这些文科这些人 这个水平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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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好意思 他说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说过嘛 这个美国这个民主人家是联系群众的 他为这个 川普 川普这个 得到工人的支持 觉得这个比较滑稽 因为川普是 是资本家吧 有钱人 工人是 是无产阶级啊 这个是 穷人 怎么会这个 他会支持他呢 然后 就由此呢 推出这个 或者说怀疑吧 或者说 指出 问出这个 这个马克思这个 这个阶级斗争这个 这个学说是不是就是不对的 阶级斗争还是对的了 这个 在技术上 这个选举这个方式的 人家就是联系群众嘛 穷人是大多数嘛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有钱人跟穷人 搞好关系 这个西方人这一点 做得非常好的 这不像中国的这帮 这帮当年这些有钱人 这些儒家 他们不联系群众 所以所以所以 农民起义经常把经常推翻他们 然后呢 如果你再仔细看一下 马克思 他是要讲究的是 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讲究的是全无产阶级 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武展阶级是一体的 为是可是呢 这一体的要想团结起来 要想联合起来 是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穷人 穷人很难 团结起来 中国人有一句话讲 叫做人穷至短嘛 穷人很容易被分化 给给一点好处 就就可以分化出 这个这个不同的 不同的派别 不同的阶层 这个当年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很简单的 词叫叫工贼嘛 这个罢工 比如说工人闹罢工 这个资本家只要给点什么好处啊 或者说售卖几个工人呢 就可以就可以把一场 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 就可以就可以彰化 美国这边叫什么 叫picket line 好像叫picket line 那意思就是说在罢工期间 在罢工期间 如果你 不罢工过来上班 给你加工资 给你怎么做 给你给很多好处 这一下就可以把工人阶级 就可以瓦解 而 因为美国的这个特殊情况嘛 美国的工人在全世界的这个工人里边 是属于 待遇比较好的嘛 或者说美国的无产阶级 在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无产阶级里边 属于属于上层嘛 就包括前几天提到这个这个香港啊 香港虽然他们也是下层 但是呢 他们在整体上看 他们还觉得他们是上层 他们在西方世界 在白身眼里是下层 因此呢 这个这个 所以说他是他是无产者是不团结的嘛 因此呢 这个要喊这个口号嘛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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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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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值得值得怀疑的啊 这是唯一唯一也不能说唯一吧 应该说是 比较主要或者比较关键的 这个可以怀疑马克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马克思呢 那个时候的这个马克思 马克思有有几个有几个来源嘛 当时这个这个这个科学发发展到这个进化论 发当时科学还有什么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反正有几个这个这个科学 当时的科学进展 也对这个对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提供了这个帮助 或者说对马克思这个理论的这个产生 提供了这个土壤 或者说基础 但是马克思那时候还没有到这个 量子力学 所以说马克思那时候他看这个 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家 或者说私有制 他还是要要消灭 所以说他的思维方式呢 还是也也是相对吧 是是比较这个宗教的思维方式 天使魔鬼 非黑即白 善恶是是是是对立的 而不是我们看善恶是是是是是阴阳啊 你看老子就知道老子就说了嘛 这个天下 皆知善之为善 思恶 思不善啊 皆知这个这个美之为美 思恶意 都是相对的嘛 但是呢 但是这个这个 这个马克思的这个这个 这个理论还是要消灭私有制 还是要这个消灭资产阶级 或者最终消灭阶级 这个我想在我们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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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思维方式 在阴阳的这个这个这个世界观 消灭是是是完全没有必要 只要只要他这个 只要他这个这个 不这个作为这个这个社会的主导力量 就可以了 阴阳嘛 大家大家这个对立统一嘛 是吧 这个既对立又统一是吧 既斗争又合作 这样这样就就 才是才是这个才是才是这个道啊 道法自然 好嘞